大家好 前不久呢拍了一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金生阳的高端导鬼电源 今天呢又把它拿出来了 今天拿出来了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就是上个视频发出之后啊 有这个网友说啊 没有对这个电源进行拆解 虽然说我们说看外观做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看内部到底是如何 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电子爱好的初学者 在维修开关电源的时候呢 拿到手之后要怎样去最简单的去检测一下电路啊 是不是我们一拿到手就要去研究他的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啊 其实作业维修的话很多情况就不是这种 我们维修人员他有很多一些捷径的方法 那么今天就借这个电源来给大家聊一聊啊 我们维修中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 这个电源其他的我们就不介绍了 因为之前有一个视频介绍了 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进行拆机 好现在这个外壳已经拆掉了啊 还记得上个视频介绍过了这里有一个放电管的螺丝 它是接在这里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结构啊 之前没有拆开一台再看 这个结构呢他是通过这里有一个压名电阻啊就是这个压名电阻呢他和其中的 这个输入的一根线应该是火线相通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电压火线电压升高啊 通过这个压名电阻通过这个放电管放电 当然这个是对这个电源进行测试的时候才会用到啊 他会用非常高的电压去测试这个电源的一个隔离或者这个绝缘 好这个电源拆开之后呢我们简单看一下它这个绝构啊 这里这三个端子是火线零线 细线的一个输入端子 这边就是EMI滤波 这里是一个输出状态的显示 这边就是正部级的输出 然后我们看这个正面的这个元件呢 相当于说比一般的电源要少一些啊 然后它的电源的一些贴片元件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反面啊 然后这个反面也用了两块这个硅材硅胶材质的这种导热胶啊 这里有一个氮片应该是PFC的芯片 这两个是开玩管是一个应该是IRC学阵的看到没有啊 这里有一个电容 这里是芯片 主芯片 这边呢就是四个啊 这个MOS管和一个芯片 组成了一个输出电路啊 整流它没有整流2G管 用的这种同步整流 就是用MOS管整流 然后其他的就是这里啊 输入啊 和我们的这个工业这种变频器这种一样 输入用了一个旁路继电器 就在上电的一瞬间呢 大电流是通过这个热敏电阻啊 去走给这个电容冲上电之后 电源基本上工作之后呢 然后这个继电器细合啊 把这个热敏电阻的短节调 然后再值得一说就是这个输出呢 采用的是这个固态电容啊 固态电容说本来就是防暴啊 它里面用的就是这个固态电解制啊 普通的这种电容 你看我这里全部就修机器啊 换了一大把这种 普通的啊 这个电解电容 这个是液态的啊 它这个里面呢 看到没有 它长期高温啊 这个每一个都怀孕了 看到没有啊 每个都鼓包了 这个都是长期啊 这个设备通电 这个是在一个单位的啊 它里面的这个选拾器啊 一个批量的选拾器维修给它换下来了 这里还有啊 这里还有 就是拿了一部分回来 全部都是这个鼓包的 因为它这个选拾器嘛 在这个单位里面长期通电啊 所以说像我们这个电源呢 采用这种固态电容 它上面也没有这种防暴纹啊 你看这个上面有这种有的是十字架 有的是这种三角形的这种防暴纹 就是防止这个电容 嗯 爆浆 那么因为这种公共上用的这种电源嘛 也是长时间通电啊 它这个采用的就是固态电容啊 也是四颗 嗯 其实和以往的电源比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点地方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来聊一聊 第二个方面啊 就是 虽然说现在这个 嗯 这媒体非常发达 很多讲这个开关电源的知识啊 有的讲设计 有的讲这个电路工作原理啊 其实在我们维修中有很多步骤啊 我们是可以省略的 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啊 讲了这个电源的EMY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逆波电路 就是说这个交流信号进来 给它滤一下啊 然后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纯正悬波的 这个220的交流电 但是我们的检修中呢 我们我们会不会去一个去剪什么Y电容啊 AX电容啊 什么供摸电感 插摸电感 我们会不会去这样检查 根本上不会 那么我们检查怎么检查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220进来之后呢 通过一系列滤波之后呢 最终是到了什么 整榴块啊 就是这个整榴桥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标示啊 我们看这两个脚 是零线和火线的输入 那么我们直接在维修的时候啊 假如说我们发现这个电路不正常 或者说没有这个呃电压啊 我们要去检测的话 我们直接用这个望远表的封面档 直接我们一个表比啊 插到这个输入的零线火线端子上 一个表比去测这个整榴桥中间两个脚 因为整榴桥中间两个脚门就是一个 220的输入 这不通的吗 是不是 那么我们看另外一根线 这不也是通的吗 那我们现在就不要去检查 这个什么EM电路了 我们不要去 哎呀什么Y电容 X电容是什么工作原理什么 这个我们一开都可以不理 那么我们检查这一部分 没问题的话 就是我跟常说的啊 我们就用望远表啊 去盲扫一下啊 就是说用2G管挡也好 用后面挡也好 测一下这些功力元件 你看到各自大的这 莫斯管啊 这个是2G管 这方面的莫斯管 这也莫斯管 这些呃 场管啊 还有2G管 我们去测一下啊 就一个测一下 当然我这个电源是没有问题的啊 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啊 就是我们修东西 一般的这是第二步 就是这样去盲测一下 不是说拿上这个电路 我们就研究电路啊 怎么个走向啊 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那个2G管是什么作用 我们最先是不走这一步的 我们直接就是去测一遍啊 有可能就测到哪个地方短路 我们在围绕那个短路的地方 比如说啊 这里我一个2G管炸了 那么我就围绕这个2G管 周围 或者是以它相关的电路去维修 这个也还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很多维修师傅 都不愿意修二修机 假如说这个板子是一修机 我拿到手里 我刚才说呢 我测到这个2G管损坏了 我会看这个2G管 大概是干什么用的 我就围绕 比如说这个2G管是PF电路 那我就围绕PF电路去查一查 那假如说这是个二修机 上一位师傅没修好了 但是呢 他还是查出了 是这个2G管坏了 他把这个2G管换了个新设上去 那我再拿到手 我也测这个2G管是好的 那我就怎么样 不会说围绕这个电路去查了 可能就是忽略了 那么这会就导致我们走弯路 那么可能我们最后来修不好 这个电路的话 我们就可能要从头到尾 来与你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电路的走向 来研究这个 开关电源 所以说这样就浪费更多的时间 浪费更多的精力